在前两小节我们讲了项目的功能目标和性能目标 那么这一小节我们就学以致用 来分析一下作为一台HTTP服务器 它应该具备哪些功能,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性能 首先我们来看功能 我们把功能分为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是核心功能 另一个层次是辅助功能 首先我们来看核心功能 HTTP服务器它是一台网络服务器 所以首先它要具备网络服务器的一般功能 比如说监听端口 能够接收客户端发出的请求 能够对请求进行处理 并将处理后的结果回送给客户端 第二它要具有并发处理的能力 现在服务器很少有这种单线程或者 单进程这种模式的服务器 一般都是这种并发服务器 并发我们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多线程并发 一种是多进程并发 那么多线程并发相对于多进程并发 更加节约资源 但是因为多个线程之间它是共享数据的 所以同步起来就比较困难 多进程并发资源消耗更加大一些 但是由于进程之间它是独享数据 所以多个进程之间同步起来相对容易一些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异步和同步的选择 同步方式处理起来相对容易一些 但是性能较异步要差一些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选择的是异步并发 第三就是协议的支持 作为一台HTTP服务器 肯定要支持HTTP协议 当前广泛使用的HTTP协议版本是1.1 所以我们要要求支持HTTP1.1的协议 辅助功能部分我们看缓存 缓存是改善HTTP服务器性能的一个措施 我们要能够支持缓存功能 就是说收到一个相同的请求以后 我们直接从缓存里边拿出来 把这个响应返回客户端 另外一个我们要求支持这个压缩算法 支持常见的压缩算法 比如说GZIP 压缩呢 对数据进行压缩也是提高性能的一个措施 第三个呢 扩展协议的支持 我们要求要支持这种SSL算法 第四个辅助功能就是负载均衡 我们要求这个服务器能够支持负载均衡 让各个工作县程或者各个工作进程 它的这种业务处理量相对均衡 那么在负载均衡的这些策略方面 我们要求能够支持轮巡策略 随机策略 或者说哈希策略 最小负载策略 这个大家查一下资料 看看这几种策略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 第五个辅助功能呢 我们要求对日志能够进行一些管理 比如说日志的自动分片啊 不至于日志会太大 日志的自动压缩啊 好我们来看性能 性能首先是用用户容量 我们要求单服务能够支持 一万以上的用户容量 同时在线用户 单服务能够支持两千 吞吐量 我们要求静态页面的这种模式下 能够支持每秒钟两百个以上的 处理能力 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呢 我们要求单个静态页面的响应时间 小于零点五秒 就是从客户发出去 到收到响应这个时间 服务时间呢 我们要求是7乘24小时 故障率呢 小于千分之三 小于千分之三 我们要求单是7乘24小时 小于千分之三 小于千分之三